是 小主亲开金口 奴婢当然没有意见 这也是小魏子的福气 您说是吧 多谢小主 不过既是调动 当把活迹交代清楚后方可离去 但那时奴婢再敦促小魏子前往中翠宫 小主看如此可好 理当如此 那月秀 我们走吧 恭送小主 你就是新风的官女子 长得倒是挺标致 听说你父亲是从四品点仪 是的 娘娘 凭你父亲从四品点仪的身份 你在宫里只是个官女子 实在有些委屈呢 回娘娘的话 臣妾出身平常 有幸入宫是感激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妹妹你瞧瞧 她不只是人长得美 口齿也这么伶俐 难怪能得皇上喜欢呢 那也得心口如衣才好 怕就怕有些人是口是心非 嬷嬷 小魏子人机灵 小主要将他调到我们中翠宫中当柴 嗯 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是口是心非了 我家主子才不是这种人 叶大英你可别胡乱冤枉人 哼 宫里的下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规矩 奴婢是下人没错 可细子若非进了宫 怕是连奴婢也不如吧 你 你们尊卑不分 竟敢羞辱我 宁姐姐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啊 这 哎 托小月秀的福 一个小贱兵竟敢以下犯上 宁姐姐可不能轻饶了他 娘娘 月秀是臣妾的奴才 刚刚她不小心冲撞了叶姐姐 臣妾带她给叶姐姐赔个不是 想不到妹妹还是个心善之人 对下人这么爱护 啊 感觉娘娘为人还挺亲切的嘛 瞬间准粉磨磨哒 不过啊 嗯 善待他人固然是好 但凡事都要有个度 若因此而过于放纵 那便是坏了宫里的规矩 与你与他都不是什么好事 记住了吗 臣妾谨记娘娘教会 回去后定会严加拐束 既已知错 那这次就罚你们跪两个时辰吧 如若再犯绝不轻饶 娘娘娘娘 法规两个时辰算是轻饶吗 可怜可怜我们吧 月秀 她要说就由着她去说 何必与她一般见识 在宫中行事要小心谨慎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成衣时口舌之力 反而容易惹祸上身啊 奴婢知道了 奴婢以后一定谨言慎行 再也不给小主惹麻烦了 妹妹今日气色不错 看来前几日的风寒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听月秀说 我生病的时候 姐姐常过来照顾我 妹妹可得好好谢谢姐姐呢 都是自家姐妹 说这些做什么 倒显得生分了 月秀果然没有骗我 同样是答应 温姐姐却是低调升华有内涵 比那个叶答应强千百倍 姐姐快别站着了 进来坐吧 今儿改是除夕了 在这宫里 到了除夕 我们反而清闲 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便想着过来 跟你下下棋几几卖 不知妹妹有没有兴趣 姐姐由此雅兴 妹妹自当奉陪 不过 妹妹那一首臭棋 姐姐可得多给我放点水才行 对了 听闻你在秀女初选时 曾被皇后娘娘看中 哪里是看中 不过是多问了两句罢了 妹妹如今重新回到了这里 姐姐很是开心 但是姐姐也希望妹妹 能够一直这么好下去 姐姐何出此言 年贵妃虽被禁足 但其在宫中势力滔天 皇上又顾及着年家的面子 贵妃必会负起 而年贵妃 多年来嚣张跋扈 皇后却仍稳坐后卫 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皇后虽对妹妹有所庇护 但谁说不是 想对付年贵妃呢 其背后 她是另有一番计较 妹妹当小心为上 多谢姐姐关心 我明白姐姐的意思 妹妹虽淡薄名利 但在宫中生存 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 还是要依靠一些势力 方能清云直上 姐姐也放心一些 我会的 多谢姐姐提醒 不过我在这宫中 并不觉得害怕 因为姐姐 就是我最稳固的依靠呀 真是个傻丫头 这大半夜的 皇上带臣妾来这里做什么 皇上怎么不说话 天哪 再来要干巴巴地 处在这喝西北风 喝到几时啊 妹儿 你看到了吗 看来皇上又想 自己的弟媳妇了 皇上 这个世间 不是只有霸王妃一个女人 您是皇上 您的人生 应该和大楚江山在一起 与天下百姓在一起 霸王妃不过是您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不是全部 现在不是 将来也不是 你僭越了 若是能让皇上放下心中执念 重新振作 僭越一次又何妨 请皇上 请皇上 致臣妾 建月之罪 起来吧 地上梁 你很有胆识 这些话 就是皇后也不敢说 确实 即使朕将自己逼疯了 她也不会回心转意 反而叫人笑话 哇 皇上能想通 真是太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by索兰娅